这几天在V2X上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 它是怎么呢 它是利用闲着的这种旧手机来作为摄像头 相比传统网络摄像头需要服务端传输 它是端到端加密 使用webapp跨平台方案 但是家里部署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完全没有上手难度 人人都可以上手完成它 预览的设备只需要将这个网站打开 它这里也有说明 让你的手机成为网络摄像头最简单的方法 手机扫码这个QR Code二维码 就能在这里看到手机镜头的实时画面 比如我现在就拿起我的iPhone 15 Pro 扫这个二维码 很快可以看到画面了 我挥动手臂 几乎没有延迟 非常的棒 Awesome 它这里还有一些可以选择的选项 比如这里的相机 点一下就可以截屏 旁边是录制 截屏和录制的文件直接下载 来保存到本地 再过来就是音量和麦克风 是的 它是支持声音和对话的 听到周围环境音麦克风也是可以用的 Hello Hello 分辨率的话 我一般就选择1080就可以了 2K和4K很容易出现明显的延迟现象 不过这里要注意一下 你在线切换分辨率的话 最好把摄像头那边 也就是手机web页面刷新一下 不然延迟会很严重 在Settings里面还有一些可以自定义的 比如可以更改使用的镜头 它默认为前置相机 也可以改为后置的 当然也支持所有的镜头 广角也好 长焦也好 都可以调用 好 我们再来到下面 动作捕捉Motion Detect 包括检测的间隔时间 灵敏度和记录的持续时间 这里默认是15秒钟 大家都可以自行的去把它调整一下 勾选这个检测物体还能对具体的检测对象进行设置 比如我只探测人猫或者狗鸟 包括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等这些 这里我挥动一下手臂看看怎么样 看是否能够激活它的自动记录 这里页面不会自动去刷新 手动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记录了 点击即可下载保存到本地 也可以在存储介质上更改它 包括可以选择Alist V3存储到云端 下面的Notification通知 我这里并不能把它打开 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情况可能是展示还没做完 这里的地址是一个地址对应一个设备 多设备的话 比如两个一起就不行 会自动切换监控设备 如果要多机位的话 就再开一个地址出来 用另外一个手机去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另外根据项目说明 目前正在接入Homekick适配中 后续会开放出来 家里有这种闲置设备的朋友可以废物利用起来 我会把地址放到评论区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关注一下 虽然有点纯折腾 但确实很好玩 该项目上手非常的简单 人人都可以操作 并且实际效果爆好 强烈推荐给大家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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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